这就是十三陵的永灵 嘉靖皇帝的陵墓 这位皇帝当年曾经差点让宫女给勒死 明世宗诸后聪年号嘉靖 这是明朝的第十一代皇帝 诸后聪是明武宗诸后赵叔父朱又元的儿子 因为武宗武子 按照兄中弟籍的祖训 诸后聪继承了皇位 明世宗性情残暴 在嘉靖二十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 曾经发生了一场宫廷事变 史称人营宫变 在那天夜里 世宗正熟睡于曹端飞的宫中 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 密谋趁机把她勒死 其中一名宫女用布蒙住了世宗的脸 另一名宫女用绳索系在世宗的脖子上 大家一拥而上 将世宗按住 用力拉绳索 可惜呢 宫女们误把绳套挽成了死扣 绳索无法收紧 宫外隐约有一些响动 宫女张金莲见识不成 偷偷的向皇后告密 方皇后文训赶到 将宫女们拿下 这些宫女呢 被凌迟处死 家属也被逐一查出 一律处决 宁平王氏和端飞曹氏 均受牵连 处以急刑 虽然方皇后救了她一命 可是她并不敢 一直将方皇后处死曹飞的事耿耿于怀 不久之后呢 方皇后宫中着火 这些太阶要去救火的时候 这世宗不许任何人去救 这方皇后被活活的给烧死了 由于世宗沉迷于炼丹修道 问朝政 致使大奸臣 严嵩专权 严嵩 贪污受贿 脉官与绝 罗织党羽 把大明朝 搞得乌烟瘴气 朝廷腐败弥烂 社会矛盾 日益尖锐 牛鸣起义此起彼伏 国家经济 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候出来一位 户部的小主事 名叫海瑞 对于皇帝和国家的良知和负责心 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上了一道披干力胆的治安书 奏书指此 世宗的恢复 揭露 世宗一心修道 二十多年 不理朝政 贪官污吏 四处横行 人民困苦之极 名不聊生 怨生再道 家境者 家家境也 世宗看罢奏书之后 大发雷霆 把奏书朝地上一摔 大声的叫道 把海瑞给我抓起来 不要让他跑了 身边的太监告诉世宗 海瑞一向有痴明 据说他上书之时 自知必死无疑 棺材板都准备好了 并且呢 与家人都做了最后的诀别了 世宗听完这番话之后呢 大为震惊 仔细的琢磨 奏书里的每一句话 家境者 家家皆境也 天下之人 不值 陛下不久矣 他想起来 那个道士 陶中文 自称有长生之术 而这道士呢 竟然死在了他的前面 这长生不老之法 究竟在哪呢 这世宗仔细想想 海瑞说的都是真话 他怒气消了一大半 真话归真话 可是你这态度不对 他没有诛杀海瑞 把海瑞下了大牢了 世宗由于长期的服用 所谓的仙丹 在家境四十五年的十二月 病情加重 临终之时 全身浮肿 燥热难难 四肢麻木 脸成灰色 典型的重金属中毒 一些敬臣太监 慌忙的把世宗 从西院抬回乾清宫 当天晚上 世宗就离开了人世 享年六十岁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 有三个特点 一是喜怒无常 残酷严厉 杀人无数 二是重奉先道 无心理政 三是中坚不分 朝纲败坏 致使国衰民穷 封烟死心 大明王朝 自家境时期 元气大伤 走向了衰落的岁月